今天特别开心 刚才销售打电话让我去取新订的Sony ZV-10 我没有想到澳洲会这么快到货 我天天在YouTube上看到在亚洲的你们 台湾、日本、中国很多地方都已经收到了Sony ZV-10 我心里其实是挺痒痒的 但我也知道澳洲的物流一向就是比较慢 销售当时在订的时候跟我讲一两个月能收到就不错了 我是在Sony ZV-10上市的那一天 跑到店里去订的这台相机 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玩全副相机 什么A7、A73、A7S3还有GM、G大师镜头 大家知道这些东西都很重的 虽然它很专业 现在每次出去带一个镜头肯定是不够的 要多带几个镜头 还要带上机器 还要带上电池 还要带上闪光灯与的时候 然后三小架一大堆东西太重了 再抱一个宝宝 我真的是快累死了 所以我现在就想有一个小型化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觉得画面这个东西 影片这个东西拍到比拍好有的时候更重要 所以我就找来找去 ZV-1觉得有点太小了 正好有了这台ZV-10就定了它 所以我对这台相机特别的期待 这是我这几年第一台小型化的相机 然后看到网上一些评测 感觉它综合的素质也不错 然后最重要的是小啊 放在兜里就行了 总共的重量好像只有几百克 一公斤是没有到的 所以等一下我会趁Lunch Break的时间去取一下这台相机 然后开箱给大家看 现在是用我的手机iPhone 这个等一下我查一下型号吧 iPhone 11好像是录的视频 然后之后呢我会用ZV-10分别跟我的iPhone 和我有的其他相机来做一个对比的评测 然后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取一下这台相机 顺便带你看一下墨尔本市中心 曾经最繁华的市中心现在是什么样子了 我跟你讲 现在外面只有等公积车的人和送外卖的小哥 基本上大多数的店 90%的店都已经关掉了 不关的话有很重的罚款 哦对还有满街的奶茶店都是开的 墨尔本市奶茶之城 这个火锅之城 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 台湾的奶茶亚洲的奶茶特别多 基本上我觉得只要你们知道奶茶 在墨尔本市中心肯定都有开店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太开心了 迟到了手柄是Sony GV-E10和它的一个镜头 因为墨尔本现在是封城 所以我去了以后店家就是隔着门把这个东西给卸了 然后这个一个收据让我刷了卡就完了 现在买东西都这么潦草 没关系了 东西到了最终要 这个周末应该我们可以出去去公园试一下 叫上我的小模特儿小宝宝 一块儿试一下 好终于拿回来了 我们准备开箱 先看一下外观 包装的很好 上面还有激光防尾标志 这里面好像带了一个镜头 它是焦距是1650 光圈是3.5到5.6 因为这是半幅机 所以它的1650应该相当于2475 上面还有个小毛衣 这款机器从它Sony发布它那个有小毛衣的宣传片 那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在关注它 这个小毛衣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时候我一直很苦恼 A73 A7S3有点太重 我就想找一个小一点的 手机又画质又不太好 JV-E10 还买了一个手柄 这个手柄我看大家都在用 虽然有的人说它不太好 但是尝试嘛 买也就买了 那么把它打开吧 处女司 哇这里面有什么东西看一下 有一个Vulture说明书 有空可能会去看吧 但是一般我都没太看过 一般像这种说明书包装盒 我一般都不太喜欢把它扔掉 我觉得都蛮有设计感的 找一个地方把它们先放起来 这是应标的插销 是澳大利亚用的 澳大利亚用的是这种三项头 这是哪里的插销 USB2 Type-C的USB线 哇这么大方 居然有两块电池 但是为什么两块电池不一样的 看错了 sorry 它只有一块电池 但是没关系 我有A7 然后我的A7应该还有两块电池 三块电池应该暂时是够了吧 它跟A7一样都是NPFW50 Sony的这款电池 我在A7上用这块电池 这还蛮耐的 蛮持久的 这热身的东西 Sony经常喜欢 这是一个充电的转接器 没关系 我可能不太会用这个东西 先拿开吧 小毛衣 这个小毛衣蛮有意思的 我不太觉得我会用的 我觉得它蛮搞笑的 像一个海苔一样放在你 非常好玩的相机上 没有设计美感 肩带 非常好的肩带 我不会拆封这个肩带了 我有很多这种肩带 挺好看的 但是没用 好 看一下 机身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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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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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用过全伏机的人才知道 轻是多么开心的一个优点 轻 真轻 我们打开它 我感觉只有我的GM镜头那么重 我的1635GM什么的 都是这么重 哇 小巧可爱的机器 哇 这小机器男人 举在手上一天也不会累啊 我举我的A73 然后再加一个GM的头 录一段话 基本上手已经麻了 上次我去Costco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举个大相机 也是蛮尴尬 其实我脸皮厚不怕尴尬 但是我怕累啊 设计美感 设计美感 我一直觉得 Sony的设计美感呢 我一向很喜欢它 从最早的Walman 从最早的Sony的CD 我都开始在买 就是它那个CD player 可能现在小朋友就不知道什么叫CD player了 就可以放光盘的那种CD player 我就开始在买 那时候我都觉得哇太漂亮 那时候还在读书藏在被窝里 慢慢听歌曲 哇漂亮漂亮漂亮 小机器 ZV-E10 4K 在接下这段日子呢 我会帮大家了解一下这一部机器能做什么 跟我手头上的主力机器啊 iPhone啊 S3啊 H3啊 都做一个对比 漂亮 好 这就是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ZV-E10 它里面就是自带 相机自带了一个镜头的 好 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小相机 我们把它装进去看看 哇 真是轻 小巧 轻便 漂亮 我们先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手柄 小手柄 连封都没封 看一下它这个 小小的手柄 小手柄 我看大家都在玩 我觉得应该挺好玩的 就买了一个尝试一下 哇 这个手柄也好小哎 比我想象的要小很多很mini吗 正好一个手可以拿下来 好 现在上面还有这个线材的整理器 我觉得这样的很 organize 非常的 舒服 上面有 嗯 photo 还有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有这个photo 有这个 啊 movie 两个键 估计就是照相 电影 好 好简单 好简单 然后t和w 应该就是一个控制镜头的伸缩 电控镜头可以伸缩 哇 好舒服 好舒服 这如果在全副机上 需要通过很多种大型的设备来实现 其实有时候我们做人换个思路看生活也挺好的 这是有什么东西 这是它的一个保护套 算了 保护套我应该不太用 嗯 质感蛮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小绳 啊 这个东西它可以这样子拴一个小绳 免得掉了啊 算 叮当当的 这有个小保护套还挺好 算了算 不用不用 给它放回去 好 这就是这一套所有的东西了 小手柄应该是蓝牙的 不过它为什么还有个线呢 我会发觉一下 它还要通过线跟相机相连 哦 它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三脚架 哇 这个小三脚架很可爱 在这里都是电池吗 感觉这里面应该是有装一个电池的 然后一个很可爱的小三脚架 再加上这样一个相机 其实我属于比较手笨的那种 嗯 可以了 哇 真是小啊 轻啊 真轻啊 对不起 这个每个人衡量的标准有区别 如果你是用惯了饼干机啊 那种卡片机 你可能会觉得它比较重 毕竟它是一个半腹肌 它可以更换镜头的半腹肌 因为我平时这几天老在拿的都是全腹肌加 NGM的镜头 所以我觉得它特别轻漂亮 比我看的那个A6400还要轻和小 如果你手上有A7的电池呢 它们是通用的都是W50这种电池 那现在它已经可以开机了 我们看一下 开机 哇 开机直接镜头就伸出来了 还有个小小的镜头盖 这么可爱的 然后它后面会让你先设置这个语言 它有一个录像键就在上面 哇好神奇 用它来录一下Vlog来试一下啊 嗨大家好 我是William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留言点赞或者分享我的频道 它这个还有前面还有个小红灯亮着的 这个这个我要给大家看一下 来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啊 前面你看没有 这边有个小红灯亮着的 然后它提醒你正在录像 这边还有个方框 啊还蛮方便的 然后这有写肖像 我会 我觉得它这个机器呢 应该有很多很自动的功能 这一点是非常友好的 尤其是对女生或者说 不太想花那么多时间在相机上的人 就这个还有点小专业范儿 然后个头又小 又特别容易上手 我觉得这挺好的 不像A7S3 其实我研究到现在 A7S3很多强大的功能都没有用到 啊这小机器这样看起来真舒服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 好的 这就是今天 威廉给大家带来的开箱报告 Sony ZV-E10 新发售的 我也觉得这是 Sony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一样的 这个小相机吧 就像当年的A7系列和A7S3出来一样 如果对这个相机有兴趣 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我应该会在之后呢 比较多的用这个相机来录一些生活的日常 一些Vlog 跟大家发掘一下这台相机的好处 或者痛点 感谢你观看William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留言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喽 拜拜 拜拜